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 MLSys at Singapore的Talk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三年级PhD学生 段江飞同学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最新工作 段江飞同学 现在在就读于 COHK的MM Lab 是有林丹华老师的 指导 他的研究方向 是在机器学习系统 特别是大规模 DNN训练和推理 在来到 COHK之前 江飞得到他在 中科院大学 获得的本科学位 江飞 现在时间交给你 谢谢你的分享 好的谢谢自己 很荣幸就受到自己邀请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一个新的工作 MarkServe 它是发表在 SML2024上 然后MarkServe 主要是做Multiple RM Thuring的一个工作 主要利用的方法是做 利用这种Flexible的 Special Temporal Multiply 对 然后 首先就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RM是非常火的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像对话 Channel Board 可能大家每天都在用 能够做一些日常的聊天 修改一些文字 然后像Coding的话 有些Coding Coballet可以帮助我们 去补权一些代码 能够很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然后另外就是 还有一些做Search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像Rapax 就是能够利用IOM Power的Search 去增强我们搜索的一个体验 IOM正在变得 就是和我们生活里面就用的越来越多 变得越来越有用 但是IOM的Serving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就是比较耗费资源的 而且是很昂贵的一个 就是一件事情的 比如说OpenAI的GBT3 它有175B的参数 而Server这样一个模型 它是需要至少325GB的显存 去承载所有的参数的 那这么大的一个大小 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至少5张A100 然后比较多的可能是 我们要用8张A100 就是一个DGXBOX 去Server一个GBT3 那一个DGXBOX的花费 就在AWS上面 需要33刀的一个小时 这个就是它需要很多资源 其实还是比较贵的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 现在很多组织都在 和公司都在 就是大批量去Server 很多的这种IOM 因为每个公司 可能都会有训练自己的IOM 然后还要把这些都给Server起来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历史版本 作为这个endpoints提供的用户 比如说Chelam IOMSYS 它会 它Server这是有44个模型 但是其中有一些是 以API的形式提供的 对 像Together AI 它是作为一个云夫的一个厂商 它也会提供 就是为公司提供 不同大小的模型的一个 Server的一个服务 然后依据模型的Size 会有一个相应的收费 另外像OpenAI和Google 它们有GPT和Gimini的系列 也是有不同Skill的一个模型 甚至还有这个不同历史版本 这些模型都是要同时Server 在就是同时都要去做Server 对 然后 所以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面对一个需求就是 就是我们需要去Server很多个 就是同时Server很多个模型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 做通过一些Colocation的方式 把这些多个模型 一起去做一个Colocation 然后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和Server的一个Efficiency 那在做这种多模型部署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 LM部署的一些特征 在多模型上面 第一个特征就是这种 Dynamic LM Popularity 我们用Popularity 去描述的是 是模型的RequestReverate的这种大小 比如说一个Reverate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Popular的LM 在RequestRate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Unpopular的LM 然后这个图是ChatRM Sys 在20天的一个时间内的一个 就是它Server的一些模型 接收到RequestReverate的一个变化 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Popular 它可能比较长时间都会接受到很高的一个 AurantReverate 但也有很多是这种Unpopular 就是它可能偶尔接受一些 就是收到一些Request的 然后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不活跃状态 或者是比较少的一个Request的状态 但是就是对这些Popular Unpopular模型 我们都要去Server它 然后第二个特征 其实是和它的计算相关的 这就涉及到IOM inference的一个Face IOM inference也是分了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给认为是分成两个Face的 因为最开始的第一个Ateration 它的Input是我们给了一个Prompt 就是说Is Apple a fruit 然后它会读一个读IOM的Weight 然后做一个计算 首先产生的是下轮的一个Output的Token 就是Yes 然后还会产生一份的KVCash 这是第一个 第一轮会计算所有的Prompt 我们一般叫它是一个PreviewFace 它是一个计算比较heavy的一个Face 因为它的Prompt可以是很多的 然后之后的二三四轮 它每一轮会读一个 上一轮产生的一个Output的Token 就是Yes It is 这几个Token 然后和上一轮的KVCash去做一个计算 然后它每次只是做一个Token的计算 所以它的计算相对是比较 就是比较轻的一个计算 但是它会占用比较多的显存 因为它的KVCash是随着Iteration数目的增加 是在逐渐增长 然后我们把后面这些Iteration 都叫做Decoding的一个Face 那这样的一个PreviewDecoding费 其实是存在的比较严重的一个计算 计算资源利用不均衡的一个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测试了Lala7B在A100上面 然后SycleLens 128的时候 就是我们通过改变分配的SM的比例 去看PreviewDecoding这个RelativeLitency的变化 然后E的时候都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一个SM的分配 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对于不同Bitside而言 就是我们改变SM的数量 就是降低相同程度相同数量的SM的 降低相同数量的SM分配 PreviewDecoding Latency受到影响 是比Decoding Latency影响更大的 也就是说PreviewDecoding的Face 是对于分配的SM数目是更Sensitive 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单卡的情况 如果我们再到多卡并行的一个case下面 那模型的这个Bitside 就是模型的参数会做一个切分 那它的集团量会更均匀的切分到不同卡上 所以这种不均衡性 随着比如说TPDecoding增加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剧叠的 然后不同模型的大小 也会影响到这个PreviewDecoding 对集团资源的一个利用 第三个特征就是 IOM Serving是需要占用很多的一个显存资源的 比如说我们以这四个不同大小的LAMA模型为例 它的参数量是要从14GB到130GB的大小 然后每1K的KB cache 就是从200多MB 一直到1.3G这样一个大小 就是参数和显存会消耗非常多的一个 参数和KB cache会消耗非常多的显存 然后KB cache随着 就是在计算过程中 还会动态的去增加 变得需要去存储大量的KB cache 可能会远超parameter一个显存的消耗量 所以IOM Serving是有 就是这种多个模型的 多个模型部署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在里面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之前一些工作 比如说在做Multiple IOM Serving的时候 应该是会采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去做这种部署 第一个就是Special Partition Special Partition在之前做一种DN Serving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是比如说把一个GPU切成两块 然后显存和集团资源都分成两部分 分别去给不同的模型去做部署 但这种Special Partition在IOM时代 就不是那么的好用 因为IOM的显存资源消耗是比较大的 它没办法就是放到你切过之后 就很难再让它再放进去一个单独的IOM 所以Special Partition在这里 我们更多是认为就是不同的模型 分开到不同的GPU上去做一个部署 但是这种部署很明显 就是它其实忽略的IOM popularity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IOMB它放到GPU一上 但是它是一个unpublished的模型 那在实际的部署的时候 它的利用率就会 就可能很难去打满 因为它require可能会变得比较稀疏 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低利用率的一个状态 然后甚至就是或者是i6的一个状态 对于IOMA来说的话 它放到GPU一上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popularity的一个模型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高popularity的模型 那它的资源就是一个固定数目 就是它所承载的capacity 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没有办法去利用其他GPU这种空闲的资源 而另外一种就是这种temporal multiplexing 这个是就是由APPA-SERV所提出的 不过APPA-SERV更主要的针对是large model 而不是这种autoregressive的IOM temporal multiplexing 7的缺点就是它忽视了 这种autoregressive 这种prefill和decoding 这样两个phase 不同的利用率的特征 然后在IOM7的过程中 decodingphase其实占据着一个主导地位的 所以这种利用率就会出现 GPU利用率就会出现 这个图上类似的这种 就是会有prefill达到一个峰 然后decoding的时候是一个 鼓的这样一个拨风拨鼓的 一个这样一个weave形式的 利用率的一个曲线的 所以也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的把GPU给利用满 所以就是我们是想要采用一种 这种mix的spatial temporal multiplexing的策略 去更好的就是把prefill decoding可以overlap在一起 然后decoding和decoding 也可以overlap在一起 就是通过他们这种 overlap去share sm的计算资源 从而提高GPU的利用率 然后也能够降低 这个IOM7的一个开销 然后有就是我们的方法 就大概是想采用这种mix的temporal multiplexing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到怎样去 就是把一些模型给共制在一起 或者multiplex到一起 然后去做一个service 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把问题 formulate成一个优化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个caster 比如说下面图里所设 就是我们是有三个这种 这种橘黄色的这种三个GPU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size lm 这里是有三个lm 然后每个lm可能有自己的一个workload 然后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 就是我们这里叫munit 去最大化这个利用力 一个unit其实代表的是 我们把比如说一和三 它两个共制在一起 然后放到了两个GPU上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model和GPU的一个组合 叫一个unit 我们就是 这里的问题就是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组合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unit的一个group 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unitgroup 然后这个group 它是能够带来一个最大一个throughput 就是 然后这个每个unit的throughput 是由f来去做一个衡量 f可以去 就是相关于它是一个子问题去求解 一个unit内的 它的throughput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然后对于f的话 就是我们把比如说把两个模型 放到了两张卡上 比如说用一个tp的策略 去做一个multiplexing 那在这里就是每个模型 它有自己的一个error rate 然后在request的动态到来的时候 它每个模型 就是也可以有不同的这种batch的schedule策略 你可以先执行一个模型 再执行另外一个模型 或者是就是这种mix的schedule 那不同的schedule策略 其实也会带来不同的throughput 那所以在一个unit之内 我们需要找到的是 一个最优的batch的schedule策略s 从而最大化这个unit之内的一个throughput 对unit之内的throughput 我们用的是这个tptns 它去估计一个schedule策略的 就是一个固定的schedule策略 对于一个模型 它throughput 然后我们把所有模型的throughput 做一个firmation 加起来就是认为是整个unit的throughput 然后在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它需要去满足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因为我们是把不同模型 放到一块去做部署 那不同的模型 它需要有一个就是更公平的资源使用 就是我们就不能允许一个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资源都分配给其中一个模型 另外一个资源 另外一个模型 基本上没有没有分到任何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那另外一个模型 就没有办法去做serve 它只能去serve 就是得到所有资源一个模型 但是这种share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今天俩加了一个外的限制条件 就是做resource 就是让不同模型的resource consumption 是更加接近的 然后就是这个R是一个nomalized result resource consumption 它可以是计算资源或者是显存资源 然后在我们这里 其实它是用显存资源做一个衡量 让不同模型和显存资源的分配 都是接近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我们从最上层的placement 就是解决怎么 首先找到一个怎么样的控制 这里出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inside是一个popularity aware的一个colloc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控制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popular的LM和less popular的LM 放置在一起 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去 就是popularLM可以去share unpopularLM的一些空前的资源 那在控制的时候 因为popular 因为这种popularity其实代表是一个模型的资源的需求 比如说一个接收到很多的很大的request的rearrate的一个模型 也就意味着它需要更大的一个计算资源的需求 来去满足相应的这个rearrate 所以rearrate的小的也就意味着它rearrate的requirement是更小的 这种大和小可以放在一起去做一个互补 所以就是从这样一个inside的出发 我们去设计到我们的一个placement algorithm 我们的placement algorithm是一个是一个innovation-based的 就是一个graded的一个placement 首先我们会给每个模型去生成它所有的可能的parallel candidates 就是考虑到就是能够满足它的workload的需求 比如说它在用两个GPU的时候 它的preview decoding需要分配多少的sm的资源 去满足workload的这个srq的需求 而在分配四个GPU的时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page 每个模型会有一个list 就是这个list代表着不同的tpdgrade的时候 什么样的page能够满足它的需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生成这样一个所有的可能组合之后 我们会去每举所有的可能组合的meshgroup 如果有八张卡的话 它可以分成四加次的组合 或者是四加二加二的组合 或者是四个二的组合 然后对于每个meshgroup 我们会就是采用一种graded的方式 去把所有的iLM放置进去 在做这个graded放置的时候 我们是优先去给需要很大的计算量的iLM 去做一个placement的selection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那个insight 因为popularity其实也就代表它的计算量 另外除了popularity model scale也会影响到计算量 比如7B和13B 这两个不同scale模型 很显然在相同的popularity的时候 13B的模型的计算量是更大的 通过这种优先 就是大的计算量模型的pracement selection 我们能够更好就是把这个资源 就是就是把更多的这种有用的资源 分配给更popular的模型去满足它的需求 然后同时把这种不太popular模型 需要资源比较少的模型给选择性的 放置到一些popular模型上面 就是从而让它们去做一个share 对 然后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就是有考虑到比如说KVK这种 对显存占用比较大的这东西的影响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KVK 占用非常大的话 其实是不是也会影响 比如图图之类 呃对 对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 我们第二点 因为这里只是说 它选出了一些可能的组合 那对于每一个组合 就是它是把它组成一个unit之后 我们还要去 去看这个unit之内的这个sirpult是有多少 就是这个if这里 就是它其实是要去 估计一下这个unit之内 它sirpult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然后才能看 它放在一起会带来sirpult是有多大一个提升 对 好的 谢谢 OK 然后在在一个unit的就是 就是刚刚那个placement的algorithm 其实只是设定了 比如说我们要把哪几个lm 放到哪几张卡上组成这样的一个unit的组合 但是在一个unit之内 我们也是有多个lm的 他们的batch和schedule也是一个问题 那在这里我们才会利用了一个insight 就是做一个computation aware的一个matiplexing 我们把不同的lm的prefield decoding 这些所有的任务都做一个disegregation 把preview分拆解成是一个preview job 然后把decoding phase拆解成很多小的这种decoding job 不同的job是具有不同的sm的需求的 比如说preview job 这两个模型可能分别需要70%80%的sm 然后对 根据job可能需要40%或者50%的sm 然后在这个时候拆解成这样一个细细的job之后 我们可以让他们做一个更灵活的overlab 只要两个job就是 就是两个可以顺序执行 就是两个可以没有这种依赖关系的job的 这个sm数量的总和是小于百分之百的 他就可以同时去做一个就是同时schedule上去 然后做一个执行 也就是大概形成这样的一种timeline 他们两个decoding是只用了90%的sm 是可以一起去做执行的 然后就是我们在做这种by schedule的时候 主要去探索的就是这种preview decoding的overlap 和decoding decoding的overlap 因为这里就是他用了70%80%就是这里是不太能去做一个overlap 但也有一些case是preview decoding使用自演式 比如说小于百分之一百 那他是可以去做一个preview decoding的overlap 对 然后这里是就是怎么去做maxmax的throughput的一种 就是一种insight 但是我们同时就是刚刚比较也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要去考虑kvcache的一个限制 就是kvcache其实我们是通过fairness control这里来去考虑 就是这里也是借鉴上一个iomfairness的一些思想 我们也是就是kvcache size 其实会对iom的serving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性能影响 所以然后我们又尽可能的想要去保证不同的iom 能够去公平的省这个计算资源 就是公平的去share整个tpu的一个显存和计算的这个资源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去限制每个iom可以使用的kvcache的数量 当然是以token来去限制的去确保一个更公平的share 再去数这个kvcache in tokens的时候 它会我们会normalize的by它的这个rarrate 大的rarrate意味着它可以使用更多的kvcache 小的rarrate意味着它可以使用就是它的这种口感还是更小 所以所以就是给了这样一个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fairness之后 我们设计到我们的adps的一个schedule算法 就是首先我们会给每个模型分配一个它的initial的一个token block 也有quota 然后给的给定这个quota之后 我们去去利用prioritize这个prefuel job 来去maximizesupport 就是在每次执行的时候 我们优先去看有没有prefuel job可以去做调度或者去执行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 然后同时它的这种计算资源也是足够 就是这个cache的这种夸大也是足够的 那么优先去执行一个prefuel job 因为优先执行prefuel job能够让我们把它的decoding给by小一块 从而提高GPU的利用率 然后在调度prefuel之后 我们会尽可能多的去调度decoding的java 来去maximizeprefuel decoding的overlap和decoding decoding的overlap 通过这种方式去尽可能多的 就是把GPU的利用率给提升上去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不同模型 它的request这种distribution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这种request length 所以我们也会动态的去监控一下每个模型 它对它分配的这种cacheblock的quota的使用情况 如果一些模型的利用率一直都是很低的 然后也能满足它的需求 我们会动态的将它的quota缩小一些 然后把它的quota调整给其他的就是这种 需要更多的kpcache的这些模型 就是从而就是能够动态的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提高一些利用率 然后就是刚刚这个atbs算法是我们对一个 MacMacintroUnit的一个throughput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是要去估计一下采用这种方法 它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introUnit的throughput 这里的估计就是我们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析式的模型 因为我们的sky的策略它所形成的一个timeline 大概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 prefill是顺序执行的decoding可以overlap在一起 然后prefill的decoding也可以overlap在一起 但是把它给放到这样一个分析性的模型里面 就其实比较难以去做一个分析的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是把这一部分 其实给互联去考虑了decoding的这样一个overlap 然后在serve的时候 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 意味着这样每一个时间间隔内 它会执行一个一定的一个by side 就是这个BM大小的这些requests 然后它的prefill是时间可以加起来 然后decodingoverlap在一起 然后可以有一个average的一个generation length 可以算出来decoding的一个latency 那通过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分析性的得到 就是不同模型 它的circle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对然后我们把它不同模型throughput 可以加起来去估计整个unit之内的这些模型 共制在一起的一个throughput 然后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介绍了就是怎么去选一个placement 然后placement之内怎么去mark that throughput 就是这些就是从算法上就是决定了 我们把哪些模型放在一起 然后怎么去做一个schedule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就是具体到一个unit之内 它在做schedule的时候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就是系统上的支持的 就是能够去做更好的这种overlap 然后最大化的以最小overhead来去做multiplex 然后这里我们主要的insight 就是一个运营版的一个memory 因为不同的job 比如说precure job decodingjob 它们是分开的 它们是需要去share一个相同的参数了 从而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存额外的参数 来去减少这种indancy 然后它们的kp就是不同模型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的kpcarry也要求是共享 所以我们需要去设计一个unit板的kpcarry 来去提高这个memory的utilization 整个 所以在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个 就是我们设计的result manager 它包含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个parallel runtime 这个parallel runtime主要是来去控制计算资源的 就是它是以sm的为力度去做了一个分配 在job schedule到parallel runtime上之后 它会占用一定的sm的数量 就是说在它的大概的执行 就是schedule之后大概的执行 就是类似这种每个step的一个样子 比如说第一个step 它可能有个需要很多sm的一个job 就是把所有sm都占用 等到下一个step的时候 可能schedule两个不同的job上去 然后他们两个可以去share这些sm 然后做一个执行 然后这个parallel runtime这里的实现 其实是基于NVIDIA的MPI4 去做的一个实现的 然后memory的result这里的话 我们是把它分成了三块 第一块是model width 它存了一单子的一份模型的参数 所有的job都可以通过 kuda IPC去share这个model width 然后第二份就是我们分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tensor 去作为unify的一个kv cache 这个kv cache是一个很细细的cache 它是所有不同模型在需要就是利用到kv cache的时候 都是从这个tensor上去选一些cache block 然后把自己的kv cache填进去 然后剩下空间就是activation 然后具体的kv cache这里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细地的 因为不同的模型 它的comfiguration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两个模型 它就是在刚刚介绍IOM的characteristics的时候 也列了一个表 不同模型它的number of heads和number of layers 数目都是相差的都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也就导致了就是我们想要把它们 做一个share的unify的这种 这种share的kv cache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给每一个模型分配一个单组的kv cache 那这个就会导致我们没办法去动态地去调整 因为每一次动态调整都需要涉及到kv cache大小的概念 这个overhead实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采用一个 就是在VLM这种配置的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一种更细地的以head的力度来去做分配的 在这个很大的cache上面 给每一个模型分配cache的时候 它需要分配cache block的数目 相当于是head的数目乘以lare的数目 就是这么多个 就是对比VLM这种配置形式 它的数目是比较多 然后力度也是更细的 然后这种分配能够 就是让不同的LM 就是以一个相同的head size这种维度 去share整个kv cache 然后就是也更方便我们动态地去 给每个LM调整它的这个kv cache的一个quota 对 但这里也是有一个小的限制 就是它只能就是只能是 相同head size大小的模型放在一起 但是大多数的就是很多模型我们发现 它用head size的数目都是类似的 就是都是这种128这种大小的 所以就是它其实还是有就是可以共置模型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是这个是我们resource manager的结果 对 然后最后到evaluation的部分就是我们 在一个四个节点机器上 然后每个节点是有8张卡 8张80GB的A100的机器来去做一个测试 机器之间的带宽是200GBps的一个ID 机器之内是600GB 是那个600GBps的一个MD-Link 然后对于我们衡量这个magic用了aggregated throughput 这个throughput是serve的所有模型的一个weighted的average throughput 我们用它的align rate作为一个weight来去计算 然后我们也用srUltimate来去看一下 就是 macoserve对于这种类似的影响 basedline就是special partition和temporal multiplexing special partitioning是采用vrm 来去做的serve的一种方式 temporalmultiplexing 因为AvaServe支持的是一种large model 就它还没有这种kbcache这种支持 所以我们在macoserve的基础上 就是改了一个temporalmultiplexing的版本来去做的实现 然后首先是在synthetic workload上面 我们serve的这个大概是有17个模型 17个不同大小的模型 然后我们就用gamma分布去sample的 就是我们用的是那个power的distribution power law distribution 去sample的不同模型的align rate 然后这里它是有个参数 alpha代表着模型的popularity的程度 alpha越大代表有少部分的模型越流行 比如说alpha等于0.9和2.1就代表了 有20%的lm接收了50%或90%的request的一个traffic 然后从结果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rate这种scale越大 然后越不均衡的这种 impopularity macoserve的提升是越大的 然后最大的alpha 2.1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1.8倍的速度的提升 然后从siloattachment上来讲的话 在rate scale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maxserve的siloattachment就效果没有那么好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因为maxserve这种spiritualtemporalmatterflexing还是会带来interference 在rate scale比较小的时候就是temporalmatterflexing和spiritualmatterflexing 就是也能够稍微比较好的去serve整个系统 这个时候maxserve的会受到interference的影响 从而导致siloattachment是比较是会差一点 对然后我们也测试的就是用chetta msys的一个真实的workload去做一个测试 maxserve能够实现1.4倍的一个比较高的速度 这个trace上面它是有16个lm 然后它的这种rm popularity distribution类似于alpha的0.9 是20%来我们接收50%的一个equip traffic 这里面有个异常的点就是4.8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是因为选出了placement的一个placement是比较差的 然后就导致我们我们在跑的时候temporalmatterflexing有一些模型的config 就是会跑出来一个非常差的结果 就导致这里出现一个异常低的一个点 然后对于我们的placement来说的话 我们研究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种 以computation为优先的一个placement的策略 然后我们也对比了一个 以memory为优先的一个greedy策略 去看一下就是computation和memory 这两个哪个应该更应该作为placement的一个 就是优先的选项 而我们发现就是以computation作为旧线 相对于以memory做greedy的话 会达到更高有1.3倍的一个 就是support上的一个提升 然后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看这个8个tpu 然后4个lm的case 这4个lm分别是5b 两个tb和一个30b的模型 这两个tb的一个小模型是比较public的 它有10个requiz per second 然后65b和30b是不那么popular的一个大模型 因为它的latency也是比较 就是它这种大模型的latency也是比较长的 然后我发现如果以memory做greedyplacement 它会倾向于把大模型 就是占用更多的gpu 然后把它们都给分散到不同的卡上 然后我们的mark server优化策略就会 65b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模型 然后它的requiz per second 相比其他的30b也是比较大的 倾向于把它给分到单独的4张卡上 去做一个设计 而两个7b的小模型 它是比较popular的 它可以把它们给共置在一起 和这个30b也给放在一块 去共同的利用剩下的4张卡的资源 去做一个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达到比 以memory为例 出现的一个更好的效果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谢谢大家的聆听 呃请问有什么问题 谢谢江飞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啊开买 嗯啊 如果大家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就我们就今天暂 先谢谢江飞的分享 然后期待下次呃呃 带来你能带来更 更精彩的啊 更多更精彩的 论文的讲解 OK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